And with every step she takes, I grow stronger 暗黑破坏神4是我去年非常喜欢的一款游戏 所以我特别期待它最近推出的新资料片《憎恨之躯》 好消息是,除了不太充足的内容量之外 这场穿越那罕图丛林和沼泽地的惊险征途满足了我的期待 事实上,经过删减的战役,未完结的剧情和相对有限的终局内容 都让人感觉这个资料片像是一个序章 不过游戏各方面的大幅改进,平衡性的变化 首次推出的合作玩法,还有新职业的加入都令人眼前一亮 让我再玩上几百个小时去刷经验值和战利品也完全不成问题 《憎恨之躯》的故事紧接着本体战役中留下的悬念展开 接下来的内容涉及剧透,介意的观众还请注意回避 《憎恨之女》已死,一位年轻的冒险者偷走了一块灵魂之石 里面封印着天堂最想抓到的恶魔之一,莫菲斯托 六小时的剧情展现了多米诺骨牌如何逐己倒下 邪恶的化身如何一步步迎来强势重生的过程 但故事还没有达到高潮时分便戛然而止 又给玩家留下了一个悬念 所以我说战役是此次资料片中最薄弱的一环 虽然它的背景设定,角色塑造和少数几个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节点都极具吸引力 但表达出来的内容实在是太少 其中能够牵动玩家心绪的内容就更少了 还好抛开零散的剧情不看 资料片里其他活动跟本体一样有意思 不论是升级系统还是战利品系统的改动 亦或是新增的地下城和支线人物 几乎所有这些都异常出色 符文之语系统的回归 允许玩家在装备上添加特殊的附魔词条 为角色构筑又带来了一层可喜的深度 而现实的地下城库拉斯特不仅可以重复游玩 还非常适合用来刷终局战利品 我好几个晚上的时间就是这么消失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任务都堪称完美 比如赛季活动异界行者会要求你跟这只庞然大物慢慢周旋 但在庇护之地南部的呐喊图区大开杀戒 却很少会让你感到枯燥乏味 尤其新鲜的是资料片对等级系统的修改 现在的上限由100级变成了60级 之后还有300个巅峰点数可以用来分配在极其复杂的技能数字上 缩短升级过程能够帮助玩家更快地进入中局游戏 这样也很方便我们在新赛季到来世界内新角色 在一路爬上更高的世界层级时 你可以把更多心思花在中局游戏中的角色构筑上 与此同时不断获得升级更强大的战利品 相比于之前暗黑破坏神4升级过程中偶尔被卡在瓶颈的情况 这种精简化的游戏体验在300个点数的成长之路上非常顺畅 我也因此越来越喜欢在多个角色 多个赛季中重复刷刷刷的感觉了 这项改动极有可能提着日后我持续抵抗地狱大军的决心 我最喜欢的新机制是傭兵系统 你现在可以招募NBC角色加入冒险了 这让独狼玩家也有机会带上一两个电脑操控的同伴进入地下城探索 苏波是一名远程赏金猎人 他会拉弓射箭为你提供支援 奥德金是兽祖魔童 他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将敌人轰入引戒 这些忠实的伙伴不仅有方便玩家了解他们背景故事的前置任务 而且傭兵跟玩家一起作战的时间越长 他们获得的经验值就越多 进而就能解锁更丰富的技能和其他奖励 但最值得与大家深入探讨的新内容 还是可交由玩家自定义的职业灵屋 游玩资料片期间我几乎全程都在试用灵屋 他也很快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职业之一 这类魔法战士依赖于他们跟守护灵之间的链接 守护灵士将灵力赋予给灵屋的幻兽 他们都拥有独特的战斗风格和优劣势 狂源的灵力能打造出无坚不摧的坦克 而且还能对攻击你的敌人造成反伤效果 进攻性极强的猎豹则会赋予你快如闪电的行动能力 和游刃有余的近战输出能力 但血量相对较低 天鹰更强调机动性 它的能力能让你在地图上瞬移 规避敌人的攻击 而我个人最喜欢的巨虫可以用毒液覆盖大片大片的区域 它吸血的特性也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灵屋最爽的点在于 虽然大家都只建议专注于一到两个守护灵 但你其实可以自由组合每一种幻兽提供的特质 因此与其把你的构筑打造得像野蛮人一样 注重狂暴和出血伤害 或者像法师一样注重群控和AOE伤害 不如多去试试灵屋的众多可能性 这种模块化的优点 在你发现某种构筑并不适合自己时就凸显出来了 因为你压根不需要切换角色 只需要重新分配下技能点 换几件装备 就可以从紧小甚微的肉装坦克 瞬间化身为大胆输出的脆皮泡塔 老职业固然有老职业的好处 你可以更加细致透彻地专心研究某一种玩法路数 但对于那些喜欢灵活变换风格 尝试不同趣味的玩家来说 灵屋就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一个 曾鹤之区同样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 还有全新的终局活动 黑暗堡垒 这项极具挑战性的活动 需要你和三名好友组队 在致命堡垒的三大区域内 击败恶魔boss 还有解开类似团队副本的谜题 同时抵御无数高等级怪物的袭击 这是系列游戏首次引进此类玩法 虽然明显像是试验品 但它无疑是暗黑破坏神 有史以来推出过最好的终局活动 与之相比 梦炎地下城和本体游戏中 憎恨的回响的boss战都略显逊色 当时我们的小队被分到两个世界中 大家都在协作摧毁boss的免伤护盾 这大概是我在暗黑破坏神4里玩的 最尽兴的一次了 再加上获得高级战利品后的那种满足感 我真的很想反复去刷 不过这个活动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 所有的团队机制都比较简单 我们小队没有刻意配合 每个玩家都只死了几次就过关了 尽管如此 黑暗堡垒作为初次尝试的试验品 依旧令人印象深刻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暴雪 在未来的资料片中进一步完善它了 而在本就已经非常优秀的ARPG游戏中 这种可玩性更强的活动 无疑是锦上添花 有了表现如此突出的合作玩法之后 能看到憎恨之躯 让队伍查找记加入暗黑破坏神 实在令人欣慰 如各位所愿 你可以组建或搜索正在特定世界层级进行游戏的队伍 正在进行特定活动的队伍 需要在刷本时开拍交流的队伍 所有常规功能一应俱全 对于像我这样通常独自闯荡庇护之地 如非必要绝不合作的玩家来说 这个实用的工具来得太迟了些 不过黑暗堡垒的出现让组队变得更有必要了 现在推出也算推出的恰逢其实吧 话虽如此 已经过去了一年半 我没想到憎恨之躯竟然是暗黑破坏神4迄今为止最不稳定的版本 它倒是没有气得我直接退坑 但多次崩溃 任务无法完成 重要的NPC搞出好几个分身并一起在地图上跑来跑去 BOSS无缘无故永久性免疫所有伤害问题 都会时不时冒出来扫我的心 我相信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周或几个月里都会得到修复 但《呐喊图的冒险之旅》远没有我想象中那般流畅 不过并非所有Bug都会带来消极体验 比如我和朋友们有一回遇到了这种情况 其实也挺有趣的 暗黑破坏神4增分之躯是一部优秀的资料片 新的可探索区域危机四伏 某块化的新职业让我欲罢不能 首次推出的团体活动潜力无穷 不过即使所有玩法方面的新内容都很出彩 但不可否认它在战役和剧情方面依然相对薄弱 同时还有不少Bug在拖后腿 但好在从数值和平衡性的改善 等机系统大幅提升 符文之语的回归 以及NPC佣兵的引入等进步之处来看 暗黑破坏神4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只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看清楚这个资料片 会将本作引向何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